大家好,美国又要授台武器了 白宫将通知国会将出售三项授台武器 包括AGM-84HK空对地导弹还有SLAMER导弹 这都是F-15战机的标配 这些武器实际是一种进攻性武器 路透社台北时间14号凌晨发布的 9月传出美国将出售台湾七项先进武器中三项 即是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准了 据引述两名消息灵通人士指 白宫即将通知国会准备向台湾出售这批武器 川普政府加大对中国施压 准备对台销售多达七种先进武器系统 这七种很多都是进攻性的 正进入出口程序 消息人士说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都已经接获通知 目前七项武器中的三项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准 白宫将把军售案送到国会审议 按照美国法律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外交军事委员会 有权阻止政府对外军售 美国国务院对此回应 从政策面来看 研议中的军售案 或是军售案送入国会之前 美国政府不会对此承认或发表评论 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或中国大使馆也都没有对此进行置评 美方要将售台的七项军事装备 分别是海上卫士无人机MQ-9B 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暗置鱼叉飞弹鱼叉导弹 还有一种智慧水雷M-109A6 叫帕拉丁自走炮 帕拉丁那个炮我知道 MH-60R 黑鹰反潜直升机 还有波音的AGM-84HK 是一种叫空对地导弹 就是F-15上面主要配备 它现在台湾的F-16也可以装备 空对地导弹 这是进攻用的 空对地你想想是进攻用的 那现在白宫将通知国会 三项军售案 分别是洛特希德马丁公司的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波音公司的AGM-84H 空对导弹还有用于F-16战机的外部传感设备 可将图像和数据从战机立刻传回地面 这套系统也是 也包括了 那还有包括海上卫士 无人机 智慧水雷 还有鱼叉的鱼叉导弹 也很快将会在军售案中通过 由国会审议 那也就是说 这个现在三种 已经通过了 国务院已经往上报了 只要国会批准就可以卖了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现在台湾和大陆的关系 我觉得非常有值得关注 因为台湾这三种东西都进攻的 刚才讲的这个空对地导弹是可以攻击地面的 攻击地面不就是进攻的吗 台湾以前是没有进攻性武器 是美国是不会卖给它进攻性武器的 那我觉得这个军售案就打破了之前说法 打破了之前中美的一个 我觉得是默契吧 就是你可以军售 但是你不能受给台湾这些进攻性武器 专门打大陆的 那这一次美国看来应该突破底线了 他也在试探 我先卖你一些导弹 他如果空空导弹我还可以理解 你空空导弹防卫的时候 打对方战斗机也可以理解 那你防卫的时候 你打地面雷达 你打地面的这些大陆的一些装备 或者大陆的一些城市的导弹 你卖给他这个是什么目的 那不是防卫 那是进攻啊 还有这个无人机 这无人机MK9 这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你说 那明显就是进攻用的吗 防守 哪有无人机防守的 就是进攻用的 暗杀 刺杀 打击对方的这个阵地 这明显就进攻用的 所以我说这里边有两款是进攻用的 还有这个什么多关火箭炮 对吧 我觉得这个台湾呢 现在这个事看来是美国越来越打台湾牌 越来越碰触底线 现在对中国的很多原来有一些默契吧 军售的默契也逐渐打破了 我觉得这个事呢 如果后续 我觉得国务院如果通过 再到他这个参众两院也通过 就说明什么 美国没有再什么 再阻挡对台军售任何进攻性武器的 一个任何一个部门 不会阻止了 那你想最后的后果是什么 这只是开始啊 你记住啊 你不要以为去逛卖这些东西 这是开始 进攻性武器可以卖了 那美国那些进攻性武器 你想他军火库里有什么 最高级的就是核弹 是不是核弹也会卖给台湾 至少也会部署给台湾 大家千万从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个事 你往后想 进攻性武器一旦开头 后面美军的军火库里边 这些进攻性武器都可以卖 因为有先例了都可以卖 那这就是一个转折点啊 你想一想 后来啊 核武器如果进到台湾 解放军怎么整 怎么整 打还是不打 打得死多少人 所以我说一定要提前解放台湾 越早越好 美军现在已经开始什么 开始准备了 人家就逐渐把进攻性武器卖过来了 你大陆还是天天想是怎么合同的 帮有一天人把核武器部署到位了 你说你怎么办 天天还谴责吗 不统一啊 不统一共产党能执政吗 几百年以后统一啊 就是我说的 越早越好 很多人想不到这一点 你看看现在美国已经撕破脸了 卖进攻性武器了 我觉得这一点 你千万不要以为就是什么 一些无人机啊 一些火箭炮啊 一些空对地导弹 后面还有核武器等着呢 那导弹还可以是核弹呢 对吧 空射核弹还有呢 这只是什么 人家把这个潘多拉摩盒打开了 明白吧 你得看懂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一定要明白 哎呀 千万别上那帮核统派的当啊 那帮人就给你画大饼 未来可美好了 现在你看到了 未来并不美好 未来迎接你的可能是核弹 哎呀 我现在呀 每次说到这我就觉得啊 咱们中国人就是有点太乐观 太乐观 把什么事想的 好像这个 什么都对我有利啊 也不是这样 你得看清这个世界 看清楚 未来啊 这个很多事不是由你中国决定的 因为你现在你控制不了 人家卖给他什么东西 人家现在把这个口子 国会卖出去以后 进攻性武器 下一步就可能卖更 更高精尖的了 那些武器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打解放军 解放军要死更多人的 那我之前说的 早点解放台湾 越早越好 是不是你死的人就越少 有时候越往后 咱们解放台湾越容易 错了 这一次又告诉你了 越往后 美国卖给台湾的先进武器 会更多 越打台湾越难 你死的人会越多 一定要变化的这个这个逻辑 看这个世界 不是不变的世界 人家现在可以承认一个中国 人家可以不承认 都在人家想法 真的越早解决台湾问题 对中国越有利